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左辞跳了一个反 左辞杀蔡夫人还要忏悔鲁树 白白的让鲁树多挨了一刀 这完全是不用牌不舒服技能不发动不舒服时机 是吧 好 我们看蔡夫人肯定有雌雄爽谷剑 诶 但董卓为什么要无限蔡夫人的顺手线 故意董卓眼睛傻了 是吧 张飞他也笑了 好 这时候蔡夫人一个无懈可击 无懈董卓 然后开始暴虐 我们卖血 蔡夫人继续暴虐 终于盼了一个黑桃 给董卓回了一点血 盼了这么大一圈 只出了一个黑桃 董卓不知道为什么要浪费一张无蟹在反贼身上 这个不懂 好 草昂应该是往下架杀 应该是跳中还是跳反 这不清楚 是吧 我看看马忠他跳了中 草昂就是反 好 我们注意啊 马忠是个兴武家 他给这个董卓发兵器 董卓这个正好有一个很长的麒麟弓 想得知了 打了 好 张飞离线了 悲剧了 没有发动他的替身 但是因为有鲁术的存在 即使你反人离线了 一个咱们作为内奸也得继续把鲁术给杀掉 是吧 因为鲁术不死 我们内奸的威烂就没法得到解决 有鲁术死了之后 你看咱们可以放放心心的 把手牌开始囤起来了 这都几个勒布斯鼠 果格拆桥 这些牌都可以囤了 木鲁术不敢搞 因为还有一个让我们很恶心的 就是蔡芬 因为他在我们没法愉快的摸牌器牌过了 因为他每次都可以在我们摸牌器牌的过程中 把我们的衣服 虽然我们长得帅 但是被我们美女拔衣服总不是个好事 何况这位还连皮肤都没有 也不算什么美女了 如果挂上皮肤 让他拔完我们的衣服 我们还心里好想一点 好 无为病师 马中开始 马中他不诛杀 给董罗杀发兵器了 蔡芬在这窃听 这个祖宗方 这三个人玩的非常的嗨 我们得进赶紧帮忙 帮忙反贼打中城 这个情况已经有点 已经有点让人觉得头疼了 是吧 毕竟曹昂已经快被干掉了 好 这个佐茨 这个南半中心 有可能曹昂会挂了 即使他不挂 也会把人头送给佐茨了 如果他坚持的不送人头的话 很有可能就被蔡芬剪了 这个乐不思索 毕竟冲断 大家都没有太大的信心 好 这个佐茨继续技能不发动 不舒服司机 是吧 又让我们白矮了一刀子 当然也不算白矮 咱们也搞到三个拳 佐茨这个毕竟冲断 就比较诡异了 可能在佐茨心中 这几个忠诚固然危险 咱们内奸也很危险 那董卓主公 这个佐茨想着 他只要不死是吧 拖下去 靠着自己强大的防御刃 拖下去的话 就可以把董卓给崩死 是吧 内奸也终究会是 他胜利路上的障碍 好 这一个过个菜脚 这一个杀 甭 蔡芬死了没 蔡芬如果能死的话 我们可以安心的 把木楼玛挂出来了 是吧 结果蔡芬没死 蔡芬芬继续存在手里 好 这个佐茨再次一个戒刀杀人 又对我们使用了一下 要把我们的杖麻石毛也抢去 拿去拿去 就别跟咱客气了 但你拿了咱杖麻石毛 我们怎么打忠诚呢 佐茨每次 他非要发动他的这个忏悔 实在是浪脱疼 好 这个马中继续发兵器了 这个董卓 用这个马中给的黑桃杀 当酒的时候 也可以 马中也可以摸牌 也可以发动这个 这个扶蛮 哎呀 这个佐茨又来了 又来了一次忏悔 又把我们白白的 拆了我们一个一个装备 有点受了他 你他又不能 不点那个忏悔 那个发动 真让人头疼的 好 马中这次没有 还是发了一个兵器 是吧 董卓又用了黑桃杀 当一口酒 马中又摸了一轮牌 这是马中轮轮有牌摸 他这样的话 他断杀的这个几率就比较小 是吧 他如果愿意的话 估计每次都可以发发兵器 这个转转牌 相当于他每回合都能来一个英姿 好 这个佐茨继续拆呀拆呀 终于把咱们的马给拆掉了 我简直服了你了 那看见没有 这一次虽然在人数上来说咱是欢乐2v2 但实际上咱们对这个佐茨是恨了恶心到了极点 是吧 完全是让我们也有1v3的这个感觉 反正这个佐茨咱迟早要干掉它 干掉了佐茨之后 咱再慢慢干马中都可以 因为马中他强度比较低 然后那个每次跟董卓打的时候 咱们作为董卓主攻的时候 在内奸1v2并不是那么的可怕 是吧 因为我们大不了专心打中城 主攻跟着崩 这种好事其实还是很难得的 好 但是现在主攻也把我们当成更 比佐茨更危险的敌人 我们就有点头疼了 这毕竟咱终会再强也不能立天 是吧 好 这个佐茨赶紧替我们拉拉嘲讽 现在佐茨终于开始跟我们有一点点合作了 开始不来忏悔我们了 开始忏悔别人了 是吧 因为马中的这个加一马已经被搞掉了 这样的话他可以搞董卓同时搞马中了 好 我们现在又被打到了四个拳 待会儿咱们一波爆发 一波爆发最想带走的是佐茨 而不是马中 是吧 这个佐茨 这个后期武将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果然我们这一个杀 把毒刀伸向了佐茨 把贤猪手伸向了佐茨 给祖宗方传递这个意思 是吧 不要科技 咱们一拥而上 把佐茨打死 然后你们两个围观我 这个放心的来 一 主攻已经快死了 这个时候你再不打死反贼 是吧 可能又有点撑不住了 好 那这样的话 咱们应该是想着万众一心 这个万剑齐发 终于打中了佐茨 但我们更想的是这个九杀 跟把佐茨打中 哎呀 可惜呀 这个时机不对 早知道他第一次盘黑 咱就先九杀再万剑了 这是悲剧 好 佐茨没有五个化身 没有很给力的 是吧 虽然发动了这个自首 但他没有忠视 好 发兵器了 这董卓射成了 这一个九杀将佐茨干掉 好 这样的话 这个 哎呦 结果没想到又出意外了 董卓就在掏出裤裆里掏出了 做个连弩 哎呀 这么多杀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伞 他再来两个杀 我们就完了 是吧 好在 董卓的杀也只有这么多了 但我们依然比较危险 好在这个牌医 来了一个桃子 不错 把马中乐住 现在虽然是1v2 但是不要紧 反正主攻会崩 主攻已经崩到了两血 是吧 虽然我们也是两血 但咱有五个拳 咱每回合格的摸四张牌 是吧 跟你们这两个人架起来摸牌的数量 也差不多 好 我们给了马中一下 马中又发了一下兵器 同时自己有多余的杀 也砍了我们一下 陶渊结义 咱无险马中 是吧 让你陶渊结义 主攻无所谓 你给主攻加了血 他都会崩下去 哎呀 这时候主攻又发飙了 这是一个观世福九杀 我哪个去 又杀了我们只剩一血了 手上没有防御牌 咱赶紧排一 漂亮 这个火攻 以下民众马中死 还是不死 不死的话 咱铁锁连环 捆帮不内 因为他手上是个杀 是吧 这样主攻也是一血 我们也是一血 主攻如果你能摸到红沙 那算你狠 是吧 你摸不到红沙 那我们就赢了 摸了一个桃子 咱都不怕的 你反正你吃了桃子 你也得崩 是吧 好 这两个无中 一个决斗 再一个牌 这把就拿下了 好 虽然我们在董卓 这种宠类主攻 选择了宗慧 但是胜利之路 并不是想象着 那么平坦的 因为一上来 鲁树对我们造成了困扰 正因为鲁树的存在 我们明知道有一个反贼张飞 已经掉线了 不行了 我们还是得把这个鲁树给推死 是吧 然后在一度跟反贼合作2v2的时候 佐斯不跟我们合作 那我们非常的被动 我们终于会把心意横 跟祖宗联合起来 先把佐斯给做了 然后1v2 董卓这个主攻 使得他给内奸的福利 就是1v2的时候 会相对轻松的多 好 我们再看第二只内奸 第一个内奸主要是 给大家再看看马中 上一回合 马中的发挥实际上还可以 他坐在董卓主攻旁边 每次给董卓一个杀 董卓可以把他当酒用 也可以直接当杀出 都是可以让马中拨牌的 总体来说 马中的发挥也就是那样了 是吧 好 这个尼典随便忙一下 周泰 反正拆一下也不会怀孕 对吧 然后给这个福王后打一下 反正福王后可以卖血的 卖血之后也可以坠恐的 也没有什么大事 这是属于比较安全的盲区 好 这个官妹子来了 来了 然后尼典给官妹子补了一张牌 但是很好 官妹子没有多的杀 造成了两点伤害 没有达到觉醒 好 我们又跟邓爱玩了一下 咱也不知道邓爱是什么情况 咱们就随便扒一下 这个仪式 咱们的这个低调 但是我们想低调 反贼不让我们低调 就这样个搞法还得了 还好 这个周泰跳了一个钟神 希望这个尼典有什么好东西 好 江维也跳了一个钟 邓爱 这个福王后 都是反贼了 好 这个诸葛克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福王后想这个罪恐周泰成功了 这个成功了 非常的伤 周泰 插了一下 诸葛连弩怒气三杀 被罪恐了 只能吃桃子 他吃了桃子 他也只能存一张牌 这也是得利于诸葛克 把他打到了一个窗 周泰是有几个窗 他手牌上线就是几 不管你有多少低血 好 这时候邓爱把江维打到了 江维打到了零牌 但是江维想觉醒还找得很厉 这有一个观音瓶 这有观音瓶的情况下 当然这是一个没觉醒的观音瓶 觉醒了之后 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因为觉醒的观音瓶 你血迹砸别人不牌 但这时候没觉醒的观音瓶 你挂藤甲 然后同时把自己手牌搞到零 就有点做死的意味了 如果李典不能把观音瓶限制住的话 江维待会就要承受巨大的伤害了 好 这两个桃把诸葛克捞回来了 李典状态也恢复了 我们算是放心了 观音瓶这一个雷杀没杀中 那这样的话 他烧江维凉血还是不能觉醒 但是面对着这种江维 他可能不觉醒 也不是太坏的事情 好 这样的话 这个人头我们收下 我们把刚才主攻杀的时候 反正两个桃子捞了回来 那现在我们内奸杀的时候 你就得归我了 好 这时候我们弃一张牌 不用发动禁区 我们连续 两人都没有发动禁区 很低调 好 周泰被卡住了 弃牌过 江维 江维回复了 你好强 裸摸都能摸这么多桃子 好 还有一个挑衅 周泰的桃子也挑掉了 这样也好 免得资敌 挑掉周泰的桃子 可能会被灯岸给送过去 好 我知道江维的意思 灯岸你有本身你就顺 你有本身你就顺 帮我顺空了 我觉醒 你顺别人的话 我们就周泰 可能是这么个想法 就毫无不犹豫的 把灯岸送觉醒了 这对内奸来说 绝对是好消息 福国泰 福王后至于弃杀 对你点也弃杀用不着 好 冰凉春暖 很犀利 江维认为万一他断红牌 万一冰住 结果没有冰住 关一平有红牌吗 一台真没有 关一平真的断了红牌 好 那这样的话 但关一平不破理觉醒 那咱们王金也可以破理觉醒 手霸里的这个腾甲一巴 你还不是破了觉醒 但是我们这个火攻 没有命中 使得周泰看见江维是个散 这样的话 周泰一个出杀 江维的这个散就用掉了 终于在困难重重 多数人想阻止的情况下 江维冲破了这个种种的阻挠 终于成功觉醒了 好 关心之后 他股中咱这一个无限格击 打得非常的好 他为什么要乐福王后 而不乐邓爱呢 很有可能他关了 他知道邓爱可能会派一个红桃 这样的话就乐了福王后 属于荒了 被咱们这一个无限打的 江维说无限贼伤 确实是伤 这一荒不但是忘了邓爱 头上还有一个田 乐不思路贴到主攻的头上去了 他被邓爱的一个菊花刀爆了菊 这个菊花刀不知道 是不是江维给关 关的牌 但万一你把他打死了的话 这就要跟主攻二维三了 是吧 好 现在江维已经死了 我估计打周泰的任务要稍微放下了 毕竟有更艰巨的任务 就是要跟主攻一起压反贼 好这个关键齐发非常的漂亮 我们手上有个K 也不怕 福王后这个九杀没有命中 这要九杀命中的话 反正就是有崩的崩寒的可能了 好 看看我们的关一瓶 一个关一瓶直接弃个伞 这是啥意思 因为他自己被铁锁了 又只有医学 是吧 他是没法不敢发动他的技能 好 咱们就随便一弄 这个木楼马肯定是掉的 我们这一个杀都可以把木楼马给搞掉 好 这一个火杀想收关一瓶的人头 同时一堆人都在铁锁上 周泰又变成五个窗 就是不倒 一轮上去四个窗就差不多了 第五个窗是最容易倒的时候 结果周泰认识没倒 还来一个火宫要代飞灯爱 咱们无限没打 觉得代飞灯爱就代飞灯爱吧 我们觉得可能他火宫不命中 命中不了 结果他命中火宫命中了 那就有点偷疼了 好 福王后这个蓝盘入侵来了 周泰估计是死不了 一把牌没杀 没杀不要紧 你窗不重复就行了 又来了六个窗 就不服不行了 好 那个福王后再次罪孔 但是剑战削弱版的罪孔 是可以吃桃子的 是吧 所以主攻也没有那么容易死 咱这个铁锁连环连的是主攻和周泰 这不知道是为啥 你还想压主攻呢 这个雪佛神 为啥不连周泰跟福王后呢 这可能是手抖了吧 好 那好在我们在残局 这个棋子之局还是可以的 是吧 这后面每回合摸四张牌 同时还要制衡过一堆牌 这样强大的摸牌量跟过牌量 全部还是有自信的 有自信能够破局的 好 这个离点被加一码卡了 暂时没法对福王后下手 咱们在一个身攻机器 哎呀 这个巴给力啊 这个巴了之后重复了 这个周泰这个重复了 重复之后 他连续耗了一个桃和一个九 可惜我们九杀命中之后 他第七个窗又成功了 是吧 现在手牌上线变成七 这个周泰真是难对付 福王后又恢复到这个凉雪了 最后一张牌也不敢对空离点了 那这样的话也好 这个福王后暂时还能够坚持一下子 他坚持一下子的话 这个我们给更加给我们机会 能够打死周泰啊 周泰现在又耗了一个桃 现在是七个窗 七个窗的时候 咱们很容易把它给搞死 这个无中心有八 现在周泰八的已经不敢发动 他的技能了 是吧 这个杀命中了没有 没有 终于啊 三九桃都没有了 周泰终于倒下了 在第八个窗的时候 我们终于可以进入阻雷反 这个阻雷反 这个反贼的状态还是很差 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进入单挑 干掉离点 哎呀 我们何况我们手上的这个行头还不错 哎呀 可惜啊 这福王后你别求远我们啊 这这这 叭了一下 这主公一九杀 杀两个还调性一下 这样子 反而是比较头疼的 是吧 我们刚刚仗着这有八卦 有这个加一码的 但是不要紧 咱们王鸡单挑 咱们不怕呀 这无压力啊 这这一个蓝弩怒心 又一个直衡 那一下子 主公还不死 还不死 又给我们补障牌 我们再挂上朱雷扇 再杀一下 再一个直衡 再把主要衣裳给搞掉 然后再一个无损禁区 是吧 这过牌量 这摸牌量 这离点你打得过 离点是过四张牌 横过四张牌 我们玩得好的话 我们过牌 速度超过四 何况还摸牌速度 对 也可以达到四 是吧 你看这一个骑士 两个骑士 是吧 然后再吃个桃子 再第三个骑士 扒了他的武器 再出个杀 出个杀 第四个骑士都不用来了 又无损摸两张牌 闭上春断 虽然没中 但不要紧 那离点的装备 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再一个顺头千阳 把这个杀给搞掉了 这不应该啊 到时候断杀了怎么办 好在又来了一个杀 又是一个过河拆桥 又是三子骑士 无损之躯 这种打法 离点迟早被我们玩死啊 过河拆桥 那个勒布施主 是比较伤的 我们别的不怕 就怕勒布施主 和冰浪准断 一怕没牌 二怕不能行动 这个顺头千阳 咱八卦也没了 不要紧 咱随便一玩 这里的八卦就过来了 这个蓝曼如心 制衡一下 这个决斗 然后再制衡一下 再过个拆桥 再一个索切 再制衡一下 是吧 然后再一个过个拆桥 这一个先决斗 不过拆 过拆之后 出杀还是怎么样 我们为什么 在这个先杀再过拆呢 这排序有点问题啊 这打得过浪 浪的过嗨 忘记了这个排序了 但也无所谓了 反正已经战技优势了 这主攻已经彻底的死掉了 这0排都出现了 我们还玩了一下 挖了一下装备 最后一个棋子进去 干掉了 敌点主攻 好 这把我们控场 还是控的可以的 我们看到悲剧的姜维 这个空城挂藤甲 碰见这个魅魏觉醒 观音频 又碰见我们王一 但在这样的重重主要下 他竟然还是觉醒了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我们对付这个周泰 这个七步区的周泰 七个窗的周泰 也让我们非常的脱疼 最后终于也像这个姜维一样 克服了重重困难 他克服困难觉醒 我们克服困难胜利 好 刚才那个王姬类的周泰 反不是很风骚吗 我们就来一个周泰 反贼的主持角 这是中弹阴杰模式了 这亮出来的是明钟 黄斧松 是一个色身钟 好 我们不用多说 选了周泰 看看他在这场的发挥 怎么样 好 黄斧松一上来挂了两装备 过 是吧 看这个黄中 这个火宫 挂藤甲 挂藤甲 挂藤甲是穿兽衣 八个敌人的时候挂藤甲 还是很危险的 但是也好在挡了赵襄一个杀 赵襄这个杀应该是跳反 因为他没有砍这个黄中 不是说他是砍这个藤甲 就是跳反 如果黄中不是是个忠臣的话 赵襄那刚才那个动作并不是跳反 他只是把杀弃掉而已 是吧 好 这个万剑齐发 关一平这个万剑 寻衣跳了钟 关一平就是一个杀陆迅 应该是够 够三点了 是吧 像父亲一样坚强 比上一个关一平要幸福多了 上一个关一平可是从头到尾都没觉醒过 是吧 有点悲剧 好 这个陆神跟关一平互忽是什么情况 咱看不出来 是吧 关一平并不知道是是中是凡 咱们一个真兵减兆 可惜没有属性杀 这个藤甲还有点犀利 咱只能硬着头皮决斗 结果人家有杖八十套 磁毛杖八二桃 把斗绝这是标准的 因为他被热了 是吧 这一下子打得我们反正决斗失败 咱们血多也不在乎了 好 这个寻衣 这一个杰命给主公挤了这么多牌 那主公被热了呀 好 这个南门入侵 陆迅没打死 我们掉点血问题不大 这个火宫王毅应该是跳了忠臣 是吧 那这样的话 忠臣已经两个声东击西 他把牌往这个寻衣 实际上运 哎呀 这不是塞锅了呀 真兵减兆 他不守得弃自己的藤甲呀 好 开始拼这个寻衣 好 这个看 拼这个陆迅 拼赢了 直接无视距离出了一张无色的杀 是吧 这寻衣刚才应该是跳反了 还是我 我没看出来 估计是这样的 好 连着两个拼 每次都拼赢了 但是认识没有搞死陆迅 结果主公挤充终于忍不住了 放开 那咱不拼点了 靠自己来 终于靠着这个杖八十毛的正常出杀 连续对着借陆迅砍了三刀 借陆迅真是不容易啊 也体现出他超强的防御力 但是面对更强的攻击力 还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好 我们照相 白白 至今没有攒到一个这个眉影标记 寻衣又来了一个 这个声东击西啊 声东击西啊 把这个反正的牌搞得真是要一个扫呀 好 这个草木皆兵 又给我们来了一下 自己裸奔了 关一平 什么个玩法 直接弃牌过 弃金蝉脱锹过 这么低调 有点像内奸呢 这样的话 这个寻衣跟王毅就有一个是主攻了 但是我们知道这点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毕竟这是一个扯身中 是吧 你这个想直接斩首 是不太可能的 好 照相手牌只有这么一点 那待会可能又要挨好几刀了 是吧 这一拼是一刀 再是一个九雷沙 我那个去 这反正是要崩啊 这这完了之后又换上尊刚硕 尊刚硕没有这个赵马尸毛好啊 这个黄武松为什么要顶掉呢 可能是为了腾出手牌空间啊 让这个寻衣结病 是吧 还果然腾出了空间 关一平这个桃子一旧 那这样的话 循运就可以截三尘牌啊 否则的话循运就给自己截三尘牌了 好 黄武松还能够再拼一次啊 拼输了也无所谓 反正他也不弃牌 好 黄中这个杀 这个决斗 循运倒了没 如果没倒的话呢 又是三尘牌啊 看看这个王毅没有了 以后黄武松也没有了 循运倒下了 是吧 终于我们黄中立功了啊 好 要子就来了一个这个 深冬击西 我们看看这个内奸 还会继续看西摸 从牌面上来看 现在是六人局啊 这内奸很有可能会出手啊 这个赵香还挂了藤甲 那完全就是找死的节奏啊 就是关一平随便小手一挥啊 赵香就要两个桃 那我们肯定是不救了 是吧 赵香一个九也救不回来啊 好 赵香倒下了 这个四血百百就这么走了啊 赶紧走吧 我们跟黄老爷子一起 看看能不能完成利息啊 这个杀肯定会命中 但咱们如果灌日复灌下去的话 他这个滥银甲也就掉了啊 滥银甲也就掉了 好 这个王毅现在成一血状态 开始大秘技是吧 大秘技包养黄武松 黄武松现在的能力已经受到削弱了 他只能拼一次了啊 拼完之后再跟着一个杀 我们还有个桃赶紧保一保啊 毕竟这个黄老爷子 一血的时候能够肿一下是吧 但是他对王毅好像也肿不起来啊 这个过个拆桥 再一个肿 过个拆桥 没办法断杀了 他即使有杀 打黄武松爷子是掉一血 人家有白一四子啊 打王毅人家有真烈 也是掉一血 没有任何办法 好 我们杀了这个王毅一下 但是王毅说这个闪电比较可怕 但是闪电批中了 有舍身啊 这个这把啊 这种这种终胆因结膜 是我们想直接 激活时主攻 再跳过这个忠诚黄武松 激活时主攻是有 是不大可能的 是吧 好 我们的黄中老爷子也倒下了 这个真兵剪招 玩得非常嗨啊 主攻被棒到这么多血 是吧 棒到这么多牌 同时他虽然只有一血 黄武松的三血也是他的 我们现在是形势非常的 不利 好 现在内肩终于出手了 看看能不能发动蛇身 结果没有发动 但是搞了主攻 主动方两血也是很嗨的 我们就直接砍黄武松算了 这个砍这个王毅 反正也有可能还会被他争裂 没啥意思 好 把王毅的牌扒一扒 但人家还是六排启动 这一个决斗 这一个杀 我去 关一平有个酒 没死 王毅再来一个大秘技 两张牌再次包拥黄武松 现在他们两个都是一选了 我们是有机会直接把主攻给搞死的 好 但黄武松这一个杀 关一平要挂了 我们是没有桃子的 关一平挂了之后 我们只能一个人硬扛了 是吧 一个人硬扛了 哎呀 他来了诸葛连卢 那就只能靠天了 我们的这个展示我们实力的时刻到了 这个时候看看是我们的对应 还是你的这个毛风 这主连弩连去突突突 咱四个不屈 我们只能靠不屈硬扛 咱没有酒也没有桃 完全靠人品 这六个不屈 这七个不屈 再来一个拼点 咱又拼输了 诶 这个拼输了之后 对我们出杀了吗 刚才是什么情况 我们可能拼赢了 是吧 好 我们七个 就是没死 然后这一个决斗 代飞了 黄埔松再来了一个过河拆脚 一个杀 这个王毅死定了呀 这一个过河拆脚 拆掉一个伞 咱们还吃了一个桃 这一个杀将王毅主攻代飞 最后还停顿了一下 想享受一下胜利成果 是吧 所以把我们的周泰的防御方面 我们的盾属性体现到了极致 是吧 这个反贼 任何一个反贼的盾将 这是祖宗方必须面对 甚至内奸也是必须面对 你闹不开的 这个上一把的内奸王姬 也必须要把这个周泰终臣给啃掉 这个这回我们反贼周泰 这个祖宗方也认识要把我们啃掉 结果没有啃掉 反而靠近了他们最后一丝利息 被我们也取得了胜利 好 今天录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接着放录像 后面看看三国 好 我们继续来看刘备 那个打刘张的那些事情 这次的主角是这位庞统了 因为我们知道 刘备露术的时候 是没有带诸葛亮 也没有带关羽张飞赵云 他只带了庞统法阵那一批人 是吧 在212年底 刘备在家梦关正式向刘张宣战 然后在213年的5月 攻下了浮城 那里有一个著名人物叫吴仪投降了 吴仪大家都知道 已经登上了三国沙 吴仪还有个表弟叫吴班 后面也很流鼻 估计是这个时候跟着吴仪一起投降了 于是刘备非常的happy 在浮城大板宴席 喝得很高兴 然后一下子嘴巴没把门 对庞统说了一句话 今天的宴会真是快乐 庞统却回答 你伐人之国 而以为快乐 是不是忍者之兵 这下子刘备火了 大声对庞统说 武王伐咒的时候 也是前歌后舞 你说武王也不是忍者之师吗 你小子喝多了 赶紧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赶紧下去吧 于是庞统就退席了 我读历史的时候 看到这一段是很有感慨 感慨的是吧 你想三国时期的每个大人物 每个君主哪个不是为了 想着自己的宏图霸业 想自己占据更多的土地 控制更多的人口 到处攻城掠地 于是乎战乱绵绵 纷争不休 经常打的那是浮尸百万 流血瓢颅 白骨鹿鱼也千里无鸡鸣 这些千百万死于战争的士兵 老百姓是为了啥呢 无非是换来城头变换的大王旗而已 但是如果你点破这些东西 是很杀风景的 我们看电视 电视剧 读小说 学历史 哪个不崇拜大英雄呢 谁没有意淫自己穿越到古代 我们也当一个英雄 实现一下宏图霸业 如果我非要告诉你 一将功成万古枯 你成就什么霸业 都是踩着千百万无辜老百姓的尸体 来成就的 这是很不能道的 那你肯定觉得我有病 非要把这些事情挑破 点名干嘛 我能忽悠一堆人给我当炮灰 实现我的霸业 那是我的本事 但你这种本事私下里是可以说的 是不能拿到公开场合说的 三国时期的无数君主 所有的君主都是有这种本事的人 他们都是能够忽悠一堆人 为他们抛头颅洒乐血的 不光是三国之后 这些和王侯将相也都是一个德性 但是你心里明白就可以了 公开场合说起来就有点不像话了 刘备攻下扶城的时候 想着自己事业越做越大 是吧 宏图霸业近在眼前 借着久幸表达到自己的喜悦之情 但这时候 庞统跳出来 非要在公开场合捅破窗户子 是吧 说你就是一个给益州带来战火的侵略者 你有什么好高兴呢 是吧 这样的话就太扫兴了 所以是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刘备当这种侵略者 他也犹豫过 因为是史书上记载过 刘备觉得刘彰好心请他去帮忙 把刘彰的土地给夺了 火病流张这事干的不地道 在那个时候是庞统鼓励刘备 说没事放开手去干 是吧 现在刘备真的干了 这庞统又来装逼了 刘备肯定是非常不爽了 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你又不冷吗 哪个君主不是到处侵略别人 征服别人的看破不说破 聪明的人都懂 你现在喝多了就瞎胡说八道 你赶紧给我闭嘴吧 刘备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 几百年前西汉汉景帝的时期 也是有类似的事情 朝廷上曾经有一个辩论 辩论那个商汤 周五 推翻前朝的统治 是不是合理合法的 这时候一个叫黄生的 一个人说 那帽子虽然破 也一定要戴在头上的 鞋虽然心 也一定要穿在脚上的 为啥呢 这叫上下有别呀 皇帝再不好也是皇帝 臣子再留逼也是臣子 所以商汤周五 作为臣子 推翻他们的皇帝 那肯定是错的 这句话说的多漂亮 那把皇帝的马屁 拍得啪啪的响 估计汉景帝 在这个心里都乐开了花了 但这时候非要有一个 叫缘故生的来扫兴 他嘴巴犯贱 说了一句话 那照理这么说 那我朝高皇帝 那就是刘邦了 那推翻秦朝的统治 难道也是错的 哎呦 这此话一说 这个全场都惊呆了 这下子大家都尴尬了 这怎么办 难不成让皇帝 公开宣扬双重标准 只有我朝开国太祖 能够推翻前朝 推翻了之后 其他人都得君君臣臣 老老实实当臣子 是吧 虽然大家明白 皇帝就是这个意思 但这种露骨的话 你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呀 于是汉景帝只能宣布 辩论到此为止 而且以后也不许讨论这种问题 讨论多了 不利于介绍和谐社会 是吧 这时候刘备 让庞统闭嘴退席 也是一个道理 是吧 我知道我是侵略刘彰 我知道我是侵略者 给这个益州带来战火 但你不要公开说呀 然后但过了 庞统退席了 没多久 刘备就把庞统给招回来了 然后回来之后 庞统也知道自己的问题 一句话都不提之前的事 饮食如故 吃饭喝酒照常 刘备忍不住问了一下说 刚才的事情是谁的错呀 庞统回来说 我们都有错呀 君臣巨师 刘备哈哈大笑 于是大家又可以 一起愉快的玩耍了 愉快的喝酒了 是吧 君臣都有错 这句话其实说的 没太多的问题 刘备确实有错 因为火病流张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事情 这其实上你说一千到一万 你刘备当了昭烈地 把自己夸成花 你也得承认 你这个火病流张是你人生的一个污点 是吧 人家好心请你去帮忙 你去反手 抢人家的地盘 你干这种上不了台面上的事情 你得低调呀 你这个稍微占了点地皮 你就开始得意忘形 说自己有多快乐 这怎么行呢 是吧 而且还在公开场合 然后呢 这是刘备的错 庞统的错就在于 他嘴巴没把门 你想劝主公 没错 一不小心把政治这种肮脏的一面 给展示到这个阳光之下 大家知道很多 这种肮脏的东西是上不了台面 见不得光的 庞统居然敢公开的说出来 搞得大家完全无法愉快的玩耍了 那样让刘备多尴尬呀 你就不能换一种方式劝刘备吗 你比如说我们打一周才刚开始 这后面的路还很艰巨 你刚打下个浮沉 你就高兴成这个样子 那怎么行呢 而且庞统这样劝的话 刘备自然就会来接受他的意见 就会好多了 何况他这样劝也是事实呀 因为刘备确实事业还没有进行的特别顺利 是吧 因为后面刘备在打这个洛成的时候 是非常的艰苦啊 花了一年多才把洛成攻下 而且庞统还在这个洛成下面的战斗中阵亡了 是吧 可见刘备后面的路还是很艰难的 现在就高兴的啊 这个这个的大笑 实在是笑的有点早了 是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砍到这里 下期我们接着砍刘备自霸一周的过程 下期我们下期我们下期我们下期再见